贺将军 恭喜高升 一品大将军 这是皇上赐的东西 老奴亲自给你送过来 多谢多谢 这样的小事 让别人跑一趟就可以了 这一大早的 又何须劳烦王公公呢 那如何能体现 皇上圣宠 皇上还说 贺大将军爱女 离家十年 最近才回 在京中 也没什么熟悉的贵女 今日迎接寻南使臣的宫宴 贺大将军可一定要带去 说不定 能交上几个玩伴 这 他 贺大将军 是有何不妥吗 并无不妥 臣 臣 灵旨 谢恩 宇贺 宇贺 雨贺 也好 我许是来得晚了 但以后 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受苦 我会顾你一辈子 我保证 我保证 凶 凶 公子 怎么了 没关系的 你说 贺小姐一早醒来 大发脾气 为离开别院 把大门都给踹坏了 门口的石狮子也碎了头 闹得周围不少人都知道 她昨晚住在了荣府别院 那她有没有伤到 没有 只是 贺小姐揣门出来的时候 就穿着礼仪 流言恐怕很快就会传遍京城 难以澄清啊 好 我知道了 等等 我要你送封信到将军府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我跟荣誉不可能 你 你不管我 有人管我 没说不管你啊 我说灵儿 赶快书席打扮一下 爹要带你进宫去 将军 张行馆少馆主差人找您 说有要事 我家公子给将军您的信 他说让您务必要看 我家公子给将军 之后 链二 宫中的规矩比较多 走路的时候啊 简粮要端着 手放前面 还有 别到处乱看 知道吗 嗯 一会儿呢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 就不要说了 那我去找桓桓娘娘了 链二 宫中不比家里 收收你的兴的兴赐 我们不在 可没人护你啊 我知道了 凌二 忘了哥怎么教的了 喝酒凌 走吧 好